今天我们在夜晚里面的确是要跟几位发光的映人音乐人 大家在空中呢好好跟大家介绍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原生代 那这是我第一次呢可以跟莫娜鲁道呢这么近 那就是我们的周年莫娜鲁道林庆台牧师 呃林牧师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 就是本来就是工作同仁会觉得说 哎呀怎么都一直会让那个牧师讲话 然后本来想说因为阿飞会讲比较多 结果呢哎我们的那个牧师 现在也越来越可以轻松的面对媒体的访问了 然后再加上就是呃我们讲起这部电影 它真的是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 我想我想如果要再拍一部像这样的这个史诗的片 用这么大的格局然后跳到这么整齐的演员 嗯好难啊这个这个记录真的是很难破了 所以参与演出那是创了一个记录 参与音乐的这个制作那也真的是人生非常高规格的 你说要将来再参与到像这样这么大的制作 然后有这么样的渲染力真的很难 所以所以阿飞 哎 其实我我这次啊就是导演给我很大的机会 是 然后让我可以完完全全的投入这个 就是说呃主题曲这一块 嗯嗯 其实当时我跟导演有协调过 就是说嗯嗯 当我们要去呃决定这首歌的时候 我们要给谁唱嗯嗯嗯嗯这个角色蛮大的 嗯嗯就本来是呃比如说像马之翔啊徐和轩啊 或者说温兰嗯嗯但是他决意还是希望能够 我们这些主要的素人素人演员 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部分 你知道看看的那个这个呃幕后的花絮 然后包括那个歌曲大家一起录唱的那个过程 看的那个MV哇会掉泪就觉得 我不知道已经掉多少泪真的 对啊我光是看那个MV我就会觉得哇大家真的很辛苦 就是说包含文娜 包含大清 包含伊朗还有他们几个一些素人演员在戏里面的演出 然后再下来就是很多很多包含音乐的部分 也投入了那么多的精神在里面我觉得那个是空前绝后吧我觉得 嗯嗯他不是一个他不只是一个会让大家看有冲击力的电影 嗯有商业的元素在里面而已 对他变成说那是一种使命跟精神象征 对拍戏是这样子做音乐也是这样对你既然是一个史诗规格 是这么投入这么辛苦虽然有呃像好莱坞的制作团队那样的这个水准 但是还是有很多是土法炼钢对那种真的是很很很刻骨铭心的那个拍摄过程 做音乐我相信也是就是要做到呢就是我要合我不是说好吧 我弄一个什么音乐的高手来团队做一下就好了对就导演也说 就是不只是抄挂这演员抄挂剧组抄挂了那个做动画的还抄挂了呢 这个这个做音乐的对其实其实那时候还在担心说 哎所以应该是都很会唱歌了因为我们有有一个部分是发声的练习 嗯其实我们在做发声练习的时候每个人的音准都很好非常好 当然啊那边现天会唱啊对所以所以导演就很确定说哎我们可以让这个声音 在就是说演唱的部分能够让他们诠释这样 嗯虽然也有苏人演员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唱法 但是我觉得嗯你不要用那种专业的角度去看他 我觉得他的生命力是在于他自己是一个苏人的状态里面 是去呈现自己这样是嗯 嗯我知道就是说像这些苏人演员进到录音室 嗯一戴上麦克风之后呢就发现不会唱了 对因为他被蒙蔽了 这是一个科技的产品对 他们本来自己这样唱什么音准啊拍子啊 什么通通都好自然哦 但是一戴上去哎呦我好像被什么这样哭住了 紧哭臭对 突然他只注意力只在这 对对其实那个时候就最难过就是他们的音准 就是耳机戴上完了怎么办 他们的音准完全不行 完全我能理解我第一次做广播面对麦克风 然后一讲话然后戴上去就 哎我怎么还听到自己吞口水什么那些什么声音 就觉得我都都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 我会发现我好像分分心分的很严重这样子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在担心这块在录音室的时候啊 就是有这个状况就是当他们戴上耳机 跟不戴上耳机的时候的状态 是对这张电影原声带呢就是真的是也是高规格了 真的不只是音乐制作的过程花很多时间跟金钱 还有耗尽非常多人的力气跟那个那个睡眠啊 哦真的耗尽很多 再来是他呈现的也很大 就是说因为这上下级的电影 所以他呈现出来的格局很大 所以已经是CD1 CD2都塞的满满 对对对 但是还是有遗嘱之汉 啊这个没有收那个没有收 怎么可以那个没有收就这样子 其实有些没有收是因为版权的问题啦 因为主人他们不愿意把这首歌丢出来 然后导演一直问说版权可不可以放在原声带 但是就因为主人说那个鼓调的部分没有办法给你们 所以导演也只能说尊重 尊重 对 OK 很可惜 林庆台牧师演了莫娜鲁道 当然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 你不只是讲话气势动人 就包括在过程当中你跟就是就是天上的父亲一起对话对唱的那一段 真的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感动 你觉得自己只是天生的猎人还是说你唱歌本来就可以这么感动人呢 因为那一段是大家印象最深刻而且最被感动的部分 没错 因为我从小也是很喜欢唱歌 也很喜欢唱歌 那我在过程当中就是成长 我只有国中毕业而已 所以就没有因为很多的因素就是没有办法往上读书这样 可是有一段时间在社会有利益 然后是我比较晚大概在27岁的时候去读神学院 那么在神学院当中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师班就是 唱师班 那我也是这个师班的团圆之一 因为师班大概都是唱那个就是声乐这个部分 所以唱歌都还可以啦 那就是师班跟这个阿飞的原创的那个味道不一样 所以当我要开始接这一首就是那部分的那个唱法的时候 我就在我在想说我到底用什么方法唱 其实我还是有一点想法说 因为这个是属于原著名的这种原调 我就去用就是用非常简单的回到就是我们本土的那个唱法 很简单的方式直接的去去表达它这样子 因为它这个根本不要虚构不要有太多的东西 不需要煽情不需要表演 它就是一个真挚的感情就可以了 但是那个就已经够够有杀伤力 多少人就看到那个地方都哭的不能自己 对啊 结果我刚刚以为说我们的那个莫娜鲁道 他应该应该到戏院已经看过很多次 结果他说他都没有看过 因为他现在不能到戏院去看 看到 怕被大家包围 对对对 真的吗 真的 那那你不会痒吗 你心里不会痒吗 大家都说哇成功已经很棒什么什么的 也不会啦就是非常自然 非常自然 对吧 不是看的那种 我就是这样就是非常自然 所以你不可能说拍了这部戏之后 后面说哎 我们还有一个电影有个角色很适合你 你会答应吗 嗯 那就看 看 看内容 状况啊 看状况 我觉得可能大家在看这电影会有 会有很两难的那部分 一个就是说 你你们是我们心目中就是在那个时代 那么样有冲击 那样的一个剧情的那个角色 真正的火过来的一个角色 很希望说你们都一直是留在大家这个心中 如果下一次突然说林庆台牧师决定要演一位喜剧演员 他就不能接受因为你已经就是莫纳鲁道了 对不对 对啊 那真的是特别的印象 这跟那个伊朗徐一帆不一样 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是演员 对不对 你怎么看待这出戏 他改变了这么多人这么多的历史 改变这么多人这么多的历史 对啊 台湾的电影史 我觉得这部片可以 可以让大家重新认识我们原住民朋友 对 相信有一些还对原住民有一些刻板印象 像什么对原住民就是好吃懒做啊 爱喝酒啊 做一天修六天工作那种 我相信透过这部片可以让他们重新认识我们原住民 他们以前是怎么爱护我们土地 保护我们这块土地 怎么抵抑那些外族侵略我们土地的那些过程 让重新 在戴影院重新给大家看 重新认识这一段历史 而不是说你翻开教科书大概一两页而已吧 《物色事件》 以前我还没有接这部戏之前我对《物色事件》不是很了解 只知道那是你们原住民的一个历史 只知道《物色事件》和《抗日英雄摸纳舞蹈》这三句而已 然后接到这部片之后我去翻过你的史书 我才了解说里面有这么一段凄美的故事 甚至祖先怎么样的壮烈的起身 里面当然这部戏它既然故事说到这么深刻 所以音乐的这个制作过程一定是要勾勒 描写出那些很细微的部分 尤其它用的音乐量非常的大 对 就是它在串场啊 还有就是说它不成那个气氛 真的是要够精准 所以呢我想在原创音乐部分 或者说在做幕后的这个音乐 的那个原声的这个部分呢 哇都要花非常多的心思 应该是剧先出来 我觉得 是不是剧先出来 然后后来才有音乐看着画面 其实我觉得这佩服就是Ricky Ho 非常的厉害 就是说 当他看到画面之后 他可以呈现出这些音乐的去代表性的东西 但是他没有忘记 就是说他把原住民的元素带进去了 包含口黄琴 是 然后包含所有的厚 厚厚 包含鼓调的一些精神层面 都已经发挥到这个整个原声带里头 我觉得他蛮厉害的耶 真的很厉害 因为看这部戏 它必须要就是穿梭中横的 这个剧情里面的 真的是很多的桥段画面 而且非常难拍 但是他要用音乐 再把它们都全部这个连接起来 再加上他又不是在台湾本地 对 就是对我们这边 他是在澳洲 然后没有办法了解到这么细微 但是经过不断的这个沟通 其实那时候沟通的时候 就是导演给他很多的素材 包含我们的鼓调 是 包含我们原有的一些 一些早期的歌谣 包含我们使用什么样的乐器 他们有一并的讨论过之后 他才决定 那时候导演很不放心的就是音乐 其实片子拍完了之后 不放心的就是音乐 那我们自从录了这两首歌 包含阿牧伊唱的那首赛德克巴莱 然后两首歌整个全部录完之后 Ricky Ho就说 我有底子了 我至少知道我回去要干嘛了 要做什么 对然后导演 当我们演 就是所有的演员全部录完之后 然后我跟他坐电梯 他拍着我的肩膀说 阿飞 我终于放下这颗大石头 我说 哈?我还一会不过来什么大石头 这样 他说音乐这一块 对 其实他最担心的就是音乐这一块 结果回来了之后 我是连听都没听过 一直到上映的前一个礼拜 说有一个有一个MV要放给我看 嗯 当我看完的时候 我听到看见彩虹每个人呈现的东西 哇我掉眼泪 我因为他有七分钟的那个MV 就掉眼泪 真的 那时候我听到他们的 那是他们送给你的礼物 就是让我听到 让你听到 对我第一个听到 第一个看到 第一个看到 就是MV的经历多久 很感动 很感动 对 电影它要呈现的力量 如果音乐没有办法烘托的话 又是觉得可惜 对 这个 这个是 很现实的 因为你要 就是要达到那个标准 就要全部整体都达到那个标准 你没有办法说 只是一个人很突出 就像 啊大庆演得很好 然后林庆台牧师演得很好 可是如果其他演得不好 那还是没办法 对 但是要全部都很好 所以 这是整体非常水准 很整齐的一个电影 对 难怪他金马奖 他会入围那么那么多项 可是 我唯一觉得真的是 哦 我很扼腕的是 我们的林庆台牧师没有入围 最佳男主张 对 而且你知道那时候我多赌地吗 我跟跟同事跟朋友讲 他一定入围 他一定入围 而且我觉得就是他了 得奖就是他了 不要再讲了 到底要哭 哈哈哈 哈哈哈 但当年有跟我讲的时候 他就可能要 嗯 放一些就是经常讲的这些 就是头衔嘛 那就是 他刚跟我讲说 男主角跟 新人这方面 嗯 那我就 他就跟我讲说 你觉得怎么样 这样 嗯嗯嗯 其实我那时候真是脑袋 空的 空空的 嗯 他跟我讲什么 我还在 我还没有 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去应对回答 所以我其实我 整个人都是空空的这样 嗯 那个东西对 那个东西好像是 还没有进入到 我整个的这个什么状况 嗯 所以 那 就是那天 听到他们在讲说 我入围的新人讲的时候 我也觉得好像 欸 这会不会创下 有史以来 新人讲 嗯 年纪最长的 哈哈哈 我不知道 就是 就是 我都没有任何的想法 嗯 然后就 看到报纸说 你又写下记录了 真的 我觉得很有可能 我知道就是说 那我就在讲说 那个男主角那部 没有入围是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那个报纸 导演说 我唯一遗憾 就是 我们男主角没有入围 他就是 我那时候开始就想说 我好遗憾 欸 哇 原来是这个样子 嗯 但名次对 可能对导演来讲是 也不是说重要 因为他毕竟是努力过的东西 他的标准 他的条件都有 他应该可以 可以做到很好 他 他放的东西应该都可以 他的肯定 嗯 嗯 那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大家都有机会嘛 嗯 所以我会觉得他讲那句话 我就很在意了 那我当当下来说 欸 男主角呢 我说影帝呢 我这样讲 那后面就开始真的 他议会到时候 他是那么的重要 嗯 那还好就是后面 一个书人 新人讲 嗯 那也不是很在意 我会觉得说 其实 得到一件东西是 你必须有预备好啦 整个都努力过啦 那像刚刚 刚刚我们所谈到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系统里面 搬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很像就是 啊 提醒了 好像 什么 好像有一股力量 嗯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 演员来讲 我从来没有拍过戏 但是 我在拍戏的过程 把它当作所在教会 服务人群那样的日中 嗯 嗯 所以 当然中间有很多的这些 啊 挣扎过程 可是 没有办法 必须要把它 完成 嗯 所以我就有个节制 就是说 我不能再 怎么讲 就让大家 啊 伤心 或者说 嗯 一定要把这个 把这个片子 把它拍好的时候 那我就 重新的 检讨繁心 嗯 我 哪些不是必须要经历的 所以我 嗯 找到放效目标的时候 嗯 那我就更加深的 真的是 努力的把它 排下去 哦 所以到 你不用 你不用 你不用检讨繁心 因为你真的已经做得很好 只是 因为太多人都为你抱去 说怎么可能 这是我心中很笃定的 就是一定入围的 而且真的是得奖机会最浓厚的 因为 呃 看这部戏 我真的是抱持着一个 就是我也想去看看 导演一直讲说 他找的是素人 那既然我们都不认识 然后都没有演过戏 他怎么有办法 这么大的制作 然后他可以撑得起来 后来我去看 我说真的 那一点都不夸张 是 他压宝压队 就是 那当然后来看到他 他用了很多方法 怎么训练的 然后怎么激那个 牧师说 压着 让他最后才拍 不要让他很快的这个上戏 然后要激出他 对于 他是牧师 很有名啊 在部落里面 在那个 祥里里面 也很有名啊 不能丢脸啊 所以就是用了一些心机 所以让你在演出的时候 也逼出来一些 一些气势跟那个态度 我知道就是要完成 这样子一部电影 真的是要花了好多好多的心血 他不只是硬功夫要来 银子功夫要来 软功夫要来 然后一些比较绵密 细密的那些东西 你看这次包括 他整体的设计 包括片场啊 然后到最后推出 周边的那个纪念品啊 我想那真的是 全台湾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一个制作了 那这是一个标杆 我常常在节目当中 鼓励大家去看的时候 我都有想说 不管今天不管他好不好看 我们都不要去计较 你只要想说 我们何时台湾还有一部 像用这么多心血 尤其导演他十几年来 就为了拍这部戏 他可以转折去拍海角七号 但是他的目的就是拍这部 他这十几年来 他的目的 他画了这么多心血 纠结了这么多人 然后经历这么多的辛苦 然后他也受了这么多苦 受伤的受伤啊 妻离子散的啊 就真的有很多啊 然后你说拍出来像 你花个几百块去看他 我们去支持他 对对对 你说这不是好划算吗 而我们鼓励他是因为 他真的是这么用心 对 你先撇开他好不好看 对 真的都要去看 不管 我觉得是在 只要你是在台湾 这块土地上生活的 我们发生过这个故事 都应该去看 对对 先不管他好不好 所以就要站在他们 就是那个 1930年那个角度去看他啦 对 真的是 一凡 因为你也演过那个什么 音乐剧 对 你对音乐也很有敏感度 所以不是原住民的敏感度 因为一般原住民 素人就唱歌 然后就歌舞对我来讲不陌生 很简很容易 可是因为他已经变成是市场型的 因为你在音乐 音乐剧上面的训练 那已经是 已经是比较很社会化很现代化了 你怎么看这个音乐跟电影的连结 这一次的那个音乐成分跟电影的部分 我觉得不一样耶 不一样 音乐剧的音乐跟电影原生的音乐 完全不一样 对 你有感觉就是 这个电影的这个力量透过音乐传递也蛮大的 对 音乐是共通的影源嘛 对 那 呃 因为你演出这样的一个很 很冲击性的这个角色啊 你这样在演出的这个过程啊 然后跟这些演员 有时候 因为 因为那个剧情太悲了 但是现实 听说你们在那个剧场 大家和乐融融的气氛啊 又很好 会不会有种 那个画面突然转跳很快 那个动漏很奇怪 就是说大家演的 演那个爆炸的戏 比如说 嗯 对 然后旁边在烧火烤肉 哈哈哈哈 哈哈 这一段我觉得 比较好笑就是 对 两个画面 因为那边在拍 导演这边在拍 然后休息的人 全部都在烤肉烤肉 喝酒 哈哈 我是可以了解 为什么导演就是 他宣传的策略 嗯 一开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铺成 然后后来就是素人演员 就上啊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说 我访问导演的时候 我说我好想 好想访问那个 中年莫娜鲁道啊 嗯 他说欸 可是他们很搞笑呢 一出来会跟戏剧不一样呢 对 我说很好啊 但我说那英雄行 行 那个心态就 就不见了 大家对 对那突然那个 那个他说 那个后面后面再来 前面先让大家都 一直在那个情绪中 后面再来 这可能也就是像你们拍戏 有时候真的遇到的 哦 什么旁边在烤烤肉 烤肉 大家把酒烟换 对 然后旁边居然是 哇 傻的要死 对 牧师你怎么看这个 哎 应该觉得很新奇吧 他们应该还比较自然 因为既然是演员都应该有 是他比较累 因为他从头到尾 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烤肉 喝酒 因为他要 他要被台词 被台词 对 光是台词已经 对他的好多了 对啊 对啊 这是不是你从以前念书到现在 最最用功的一次 大概 这个 我觉得我可能在创造历史啊 哦 所以就拼了 对对 在小的时候也没有背过两万多个台词 这样 哇 真的是 真的是 一个不同的语言 然后 一定要把它背 然后要讲出来 然后 透过很多 那是硬背的 还是说 硬背 全部都硬背 所以呢 就一直硬背 一直硬背 这样子 之前是有 有那个什么 放那个 MP3 MP3 听听 然后就 那个那个 好像 好像又不行了 嗯 但是 我们剧本有罗马 罗马拼音 哦 然后罗马拼音又不行 因为罗马拼音 太亚族 有太亚族的那个 说法 嗯 然后如果我用那个 罗马拼音去拼了 我会把那个 太亚族的那个 音 音乐 放在那个里面 会放在里面 这样就不像了 所以它就里面有 很多国字啊 对 那 那最后就放个音 这就跟以前 有人在学英文 在放国字 放注音符号 进去 那最后不是 最后就 还是用国字 比较快 比较快 对 用国字 然后 之前那些 我用 还没用国字的时候 真的是 真的是 好辛苦 没有办法抓住 它的那个窍门 嗯 方法论 都不对这样 对 一旦我开始 真的用国字 开始去 去拼音的时候 嗯 那就 那个容易得多了 对 但是 好 那我想知道 就是说 当你们在演戏的时候 已经camera在上的时候 是不是旁边有一个很懂 赛德克语的 一直在听着 你们讲的对还是不对 有老师也有个老师 都一直 那个顾问 就一直要听着 对不对 郭明正老师 他是赛德克的 对 他每天都 都一定盯着你们 对 对 所以 对 可是那如果拍完这个戏了 现在 我不敢讲 但是 刚拍完戏的时候 你们可以用赛德克语 就是交谈吗 对 我没有办法 他可以 呃 他们可以了 我是完全 到现在我完全 都是硬背的 都是硬背 可是现在是说 你看那个拍戏 拍戏完的时候 我 我看电影 或是说 在讲赛德克的 我一句还是 还是不懂 所以你看原住民跟原住民语 其实是差很多 对 以前 以前还不太认识的时候 啊怎么你是那一组 你们用原住民交谈 不能不能交谈 都不懂 就是会 对 对 原来各组语言就差别这么大 对 差别很大 很大 对 所以看一部戏 就是他要完成之前 他的那个 那个功夫要下的有多少 对 你现在听到的是 赛德克巴莱这部戏的 电影原生诞 那现在赛德克巴莱的 这个电影票房 哇 已经充高到六七亿了 呃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戏 我看 赶快利用这 这一两个礼拜 好 这个 明天就礼拜五了 嗯 对啊 赶快再利用时间的大家去看 对 因为看过的人呢 有的人就是会 呃 像之前 呃 呃 那个那部叫那美人 那部叫什么 阿凡达 阿凡达 对啊 有的人说看完阿凡达 然后就一直沉浸在那个世界 就好像走不出来 觉得那个 那个星球这么这么美 同样看这部戏 我想是不是有人会去探究 因为看网络上 很多人说看了这部戏 会去再看一次再看一次 其实那是说 就是一直在那个那个世界里面 在那个世界里面 因为心就这样子被被留在那个地方 对 然后就是为他就是流泪为他歌颂 为他就是感觉到震撼这样 好像徐亦凡也看了五次 对我看五次 阿飞看了六次 哇 没有我是被被朋友逼着去看 哦 然后他们看完了之后他还说 诶阿飞你是哪一个 哈哈哈哈 我快疯了 因为你扮相真的是差很大好不好 对是真的差很大 真的差很大 要我说真的要去去西院看 对 那人家真的还不认识我耶 真的 对 因为那个差距太大了 就是我的老妆真的 花到五十七岁 嗯 对 所以我现在的装扮是 哇 人家一看算是几岁嘛 对啊 看起来不像 看起来不像啊 对 还有人说 诶你是不是叫你爸爸 还是你的叔叔去演的 去演的 对 不是啊 就是我本人啊 就是本人 对 好的我们待会休息一下 再回头来跟周年莫拉鲁道 林庆台牧师 还有跟徐亦凡 以及跟他到诺干阿飞一起在空中 再聊一聊